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康德基金会做的是华人的教育希望工程 在水灾过后他们特地赶来屏东来一乡颁发助学金 希望鼓励灾区的孩子努力开创自己的前途 我来跟不来其实这次很挣扎 很想来看看大家可是又怕造成大家的困扰 大家都在重整家园 那我们想说要开学了 学费也是大家担心的 所以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把这个奖助学金跟百米 给它到位落实 然后从看伯伯那边我也知道 很多大小朋友的成绩都非常的有进展 甚至有第一学期是第一名的 还有升到第三名的 我听的真的是很感动 让我有在继续努力为大家充斥的动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互相彼此加油 我努力去找资源 然后小朋友们呢 努力为自己的前途 学业好好的加油 我相信在我们大家彼此努力之下呢 原住民的孩子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公民记者来一箱酒拉卡拉酒告诉我们说 康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透过Peple公民新闻平台掌握灾区的讯息 赶在开学前把爱心送到部落 他们一来就说 我们就是看那个Peple平台才知道 这边的那个状况怎么样 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跟我讲 他们就是锁定 用锁定的那个方式 就是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小朋友 值得培养 他们就会长期的去那个互助 除了这个被锁定的之外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助学金 那像他们这一次针对八八灾区的那些灾民 就一律都给 因为原住民地区普遍都缺乏这个赚钱的这个 技艺也好或者是 反正就是比较缺乏生能力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些学杂费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获益良多 同样不远千里前来送暖的是隐形翁茜玉 他捐出版画作品义卖 还用歌声为灾民加油打气 我最想起来送暖的是隐形翁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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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年左右一年导致着证明 我最想起来整个字幕有没有 我最想起来的 我最想起来的 我最想起来送我的 我最想起来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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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水災過後 真情動人的小故事不斷 感謝在地公民記者的記錄報導 讓我們看到在災區 洋溢的愛跟關懷 PayPal公民新聞報 我們下次見 PayPal公民新聞報告